外媒给池子整个脱口秀演出贴上了郑碧秀的标签 也真的是没有冤枉他 他真的是从开头到结尾 全是敏感话题 他一上来就说在北美演了三场 大数据就已经开始给我推送美国政治庇护了 然后就大吹特吹自己在温哥华有多受欢迎 然后大家一听什么内容都卧槽 然后下面后面的人问是什么 网友又不能说 但是内容非常卧槽 他的现场真的是所有要素全部拉满 你想得到的所有要素全部拉满 从比较弱的最弱的什么调侃疫情这些对吧 对他来说这里面只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现在想得起来的 就是他调侃自己转发李文亮的这个微博 然后被删帖 他吐槽自己对这个疫情的传播有责任 这都其实是很弱的梗 后面也有吐槽一点点自己在上海的小剧场关门 其实并不是因为疫情 而是因为文化部就这么一点关于疫情的 其他的都是一些真的是跟政壁关系非常大的一些话题 比如说从弱的开始说 对吧 比如说文化部的广电总局的这个审查 对吧 所有的这个脱口秀 所有的线上线下稿子都要审查 然后讽刺了很多在这个逻辑下面的一些乱象 然后他最后比喻国内的脱口秀演员就像钢管舞演员不碰钢管一样 这他吐槽了很多 像这个东西你觉得在国内能说吗 十字吐槽这个审查制度都是在他吐槽的点里面 尺度非常低的了 他尺度高胆子大到什么程度 他能直接对比吐槽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他直接讲自己送十本宪法 他甚至直接对比某个人和福地摩很像 后面他直接就吐槽 后面什么地方 他后面甚至直接吐槽颠覆国家政权有多难 你想他连这些东西都敢吐槽 甚至都不止这一些 他后面还吐槽了新疆绵 然后包括他的维族朋友 没有护照出不了国 大谈特谈 这都是你说这些话题都是能谈的吗 你刚才我也说了 他这个整个脱口秀是从头到尾 都是郑碧秀 真的一点不夸张 他怎么结尾的 他就说以上我讲的这些东西 是因为我出了国才讲的吗 他说并不是 这是人本来就该有的表达的权利 你说这整场秀是什么水平 另外很多听了池子现场的人 都能很深刻的感觉到 池子是效忠带泪 就是因为他很多时候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心酸 他在国内没有机会说 现在终于有机会说出来了 而且说出来以后 自己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说了 所以他会非常的心酸 其实为什么这次海外的观众 很多人对池子非常不舍的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次听了 可能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听到了 但现在的情况 池子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回国了 现在他只能留在海外来进行巡演 或者做一些油管的一些节目了 对于池子本人 对于海外喜欢池子的观众 真的是可以放飞自我打开自己的新世界 什么新疆棉 耐克阿迪被抵制 然后自己家里的定国神社 真的是这些要素拉满 真的是拉满 很多时候我听的时候 我能充分的感觉到 池子因为这些片段 它在国内也不可能打磨太多 线下场也不可能去练 很多片段其实是非常rough的 但是这要素齐全的程度 真的是令人震惊 至少是令我震惊 一般人没有意识去填充这么多要素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